你不算是生活的 但是你不算是生活的 哈啰大家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所以今天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主题 which你们有几个人已经 request 了 我不清楚我在我的频道要讲英文还是讲中文 所以我会可能mix mix up 你们今天request我的video就是about我的job interview 所以我首先before我讲我的job interview的时候 我要跟你讲我的工作就是一位空姐air stewardess 在亚航公司air asia 所以你们大概认识这个air line 一定都有做过 如果有坐飞机的话 因为这个算是最chip world's best low cost airline 就是我们air asia 然后我要get into这个job了 所以first of all 我怎样找到这个job 我在哪里search到这个东西 可以知道去哪里啊 几点啊几时 ok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上instagram 我会给你们看 我就在那个instagram 他们有一个air asia cabin crew 你search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他的interview的资料 所以我就在那边看到其中一天 那时候很像是 三月的时候我就有send我的application 他有教你的怎样send那个application blablabla 所以那时候我就send我的application咯 我send了过后他就会reply你after a few days 然后他就会跟你讲ok kindly prepare this document 请准备这些资料带去那个interview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编号 所以那时候呢你就要打这个编号在你的resume那边 他就会跟你讲你要prepare什么ok 所以我会screenshot 然后给你们看 他会先给你们这样子 然后他会跟你讲 第一个最重要你要带的 就是你的spm cert and second也是很重要就是IC 然后spm的qualification咧是什么 ok spm的qualification就是你要拿到一个 你要拿到credit在英文 and then secondly你要pass在BassamlaiU 然后有另外一个creditfor I love subject啦 I think but if you're lucky 他们就是看你的英文 跟英文来文罢了 next 第三样除了IC spm cert 第三样他会教你带一个 你最近的resume 就是你最近的那种做工的profile啦 因为如果你没有 你就去google search resume 然后他就会教你怎样做这个resume 然后在resume那边最好是帮几张你的照片 那种好看 然后很professional的照片 除了那些spm mycard IC 还有resume 你就是要带这个 如果你有这个certificate 你有其他的higher education的certificate 最好你带也是啦 就会提高你的percentage of getting the job咯 所以那时候我就 我忘记我有什么sert啦 我以前做过班长啦 所以我有这个sert 没有啦我只是带几样很像cageant pageant的cert 还是什么东西啊 就 actually什么cert都ok的啦 就 看你有没有 没有也是不用紧的 也是有些人拿到那个job 他们也是没有这样子的certificate 所以如果你没有spm的话 你就拿你的其他的diploma degree啊 还是foundation anything啦 我不是很懂这些东西 因为我没有继续读书 所以如果你有的话你就带咯 如果你没有spm 然后他也是会讲 如果你有这个toeic的certificate 你也是可以带 就要with650 scores validity within 2 years 所以两年内你有650分 在这个toeic的certificate 就是这个你拿到的话 你也是可以带去也是一个很好的 呃 一个东西来帮你get那个job啦 所以就是这几样咯 ok on the day of the interview itself 我到的时候很像是早上10点这样子啦 他会跟你讲几点到几点的 所以你迟到的就完蛋了 所以你不要迟到 那天我一到的时候 就是在他们的red queue headquarter 在KL我们叫做red queue 是一个很美的一个office for我们的公司的stuff啊 那些全部department都在那边 他是弄到很像一个google的office啊 when我走进去嘛 是first session 他给你就是量你的高度 for girls好像是158 然后for boys咧 就是170 如果没有错的话 然后你走进去 他就会量你的身高 ok你身高过了的话 他就叫你上去 那时候for my experience 我的personal experience 你可以在很多不一样的地方interview 可是那时候在我的personal experience 量了身高过后我就上去 第二个session就是他跟你讲 叫你拿那些document你要带的 就是那个spm啊什么什么 然后他就check哦 然后那边就哇很多人排队 那时候有几百个500个人啊 然后讲真当天是有800个人 可是应该是有很多人走了 因为你过不到第一个session你就要回了嘛 第二个session你又过不到就要回了 第二个就是他看你的spm 没有spm 就是他叫你那时候你要排队啦 他就给你一个group一个group 这样子带我进去玩 那时候我就很像 wow ok so manygroups you know 你也一直在想 oh my god我应该是没有分了 因为真的很多人 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分我们大概十个人一个group 这样子啦 然后就那些judge 评审坐着这样子 他就会看着你 然后他就讲ok到你们的group了 我们就一个一个人这样子 然后他就会讲ok 你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to你的judge 很像我面对那个judge 他在我前面啊 一个人有一个judge的嘛 然后我就introduce yourself咯 在英文啊一定是要在英文嘛 因为他们不是华人 然后你一定要讲英文啊 很奇怪诶如果你讲华语对不对 然后你就讲英文咯 Hi my name is Pinky Lee I'm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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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只是要看你的speaking罢了 ok他丢不丢了 他不跟你讲话的 他就是笑 嗯嗯 这样子吧 所以那时候那个vibe啊很像 wow很奇怪 然后 after that他就会讲 你就一定要保持你的笑容哦 ok这个我会带过来跟你们讲 为什么 然后第三就是可能他会叫你cat walk啊 还是什么东西 after that很短的 like one to two minutes after that他就讲 ok you're done next 就看你过不过那个管 如果你过第三个管 他就会带你去第四个管 oh by the way for第三个管 他是他会叫你伸你的手出来 因为他要看啊 你有没有tattoo啊 还是什么 ok for这个tattoo的topic嘛 就是我要跟你讲一下 我们的uniform嘛 是for girls嘛 他是带我们的手这边 所以如果你的tattoo在这边 就不可以 然后scars啊 他也是很sensitive的 如果你有scars啊 你没有用concealer啊 还是什么东西盖着 他看到也是不怕 所以focus嘛 是这边 井 就是那个uniform 你穿上去 还是可以看到你的tattoo的话 就是不过管 男子也是 可是男子的steve到这边嘛 到这边 所以你的tattoo如果在这边就没有东西咯 不可以在手指上啊 这边啊 井啊 粘啊 呃 脚也是for boys没有问题 因为你们是穿产裤嘛 然后focus嘛 是最好你穿一个湿袜 for example 像灰色的 或者是深色的湿袜啦 所以就如果你有scars 就看不到啊 还是怎样 然后你要穿到很professional 男子也是要穿到很professional formal 最好是你有tattoo就盖掉它 还是什么东西 你有scars在脸是拿一些makeup这样遮着 真的很重要 这一些 然后focus 一定要涂 red lipstick red lipstick真的是可以catch啦 他们注意你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东西啦 pop 进入第四个 第四个咧 他就会很像 哇那时候啊 我很紧张啊 因为嘛 是他又不跟你讲了喔 你pass还是不pass嘛 然后你就一直在那边等喔 他就抱你的号码 他没有抱我的号码 所以我以为我不pass 但是他就讲 ok 抱那种号码的 去这边 哇那时候我很gan重 可是 那些给抱的叻 他叫他们去另外一个room 他就是 好好 真的这个公司很好 很nice啦 那些stuff他就会跟你讲 sorry 你们没有进到 the next round but 不要放弃 blablabla 然后那些没有给抱到像我叻 就是进到next round ok 所以第四个round叻 就是他叫你进一个房间 一个group 一个group 然后你就要拿这个english test 他就给你english test ok 我不会太details跟这个 把那些english test 就是很像Q&A 就是objective的 他会叫你写ABC啊 你要选哪一个像考试这样子啦 所以那个是有一点点难啦 有一些question很tricky一下 所以那些 你就是要take time 然后他有给你时间的 如果没有错啦 好像有点点忘记了 有时间给你去take这个test的 第五个round叻 他就是跟你讲 ok 现在我分你们去一个group 他就分你去一个group 跟其他人 那时候我的group 好像是有六七个人这样子啦 然后他就会讲 ok 你们要做一个group performance 就是for example 你要sell一个product ok 你try去sell这个product 你就表演 就是表演给我们看 然后我们就要很像 看来一个人是很eye catching啦 一看到他的表演 然后他表演 可以show到你很fun and friendly other than that 我就是要讲的这个东西 就是他要看你fun and friendly 这个fun and friendly叻 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口号 在我们的公司 不是口号 就是很像一个topic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fun and friendly 他就是要看你好玩 然后很friendly 所以在这个group performance 其实还要看你 就是很内向啊 也是很外向啊 然后你friend不friendly啊 因为讲真这个job 是你每一天 你每一天跟不一样的人一起做工 所以你 那个心情啊 是很奇怪的 哎哟 明天跟随飞啊 哎哟什么什么 哎哟他friend不friendly啊 所以这个嘛 是可以带到我们去我们的job 也是啦 for我的personal perspective 来讲啦 这个fun and friendly 就是可以用到我们每一天做工 就是比较开心一点咯 就是那些人跟我们friendly 怎样怎样 ok 然后after那个session 他就讲是group performanc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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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performance 然后我们就卖东西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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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这个东西啊 怎样怎样啊 就有些人唱歌啊 有些人跳舞啊 就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的talent 去做你的talent 你没有talent 就try用你讲话 去赢得他们的心 就是这样子 ok after that 他就跟你讲 ok他不会跟你讲 立刻你pass的 我不知道啦 在其他的地方是怎样的 那个interview 可是for我的personal experience 他就跟你讲 ok 你就贴你的资料 如果你有给选到的话 after a few days 他们会email你 so after a few days 我就got那个email了 然后我很 不是a few days actually like one week or two weeks 啊 有些人是他们等一个月才到他们 所以it depends on your luck actually 所以那时候我也是不知道 因为我听我的朋友讲 他等差不多两个月才得到那个email so sometimes你会等久一点啊 然后啦 for me 就是two weeks 然后他就跟我讲 ok you've got three days left for you to get ready everything 然后去KL 去那边上课 ok这个又是另外一个another topic which I will bring in another day 所以for那个interview 是那时候我interview 有八百个人去interview 然后他lastas他选 只有十三个这样子 十四个 然后在十三十四个 他又自己重选 哦还有一个session嘛 是就是one on one interview 那个是最后的 after那个performance过后 他就会跟你one on one interview 就是真的是跟那个 诶...评审啊 judge讲话 然后他就要看你的 个人方面啊 然后又跟你讲一下 你take了这个job啊 你的bond啊 bond就是一个合同 你跟这个公司 你进这个公司 你要签这个合同 然后怎样讲啊 你可能你会离开你的家乡 那些很personal的details啊 他也要看你的answer 你对这个是怎么 因为他要你ready 他不要等下你进了公司 你签了合同 可是你又... 嗯... 对这个公司很不满啊 对他的rules 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这个是lastsession啦 我忘记了 然后最重要 smile and be fun and friendly 那是一件事 最重要的事 所以如果你要去这个 interview的时候 我祝你幸福 and all the best 就是 带你最重要的 smile and bring in your best attitude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两样 and... to post a new video every Saturday at around 6pm so stay tuned and goodbye 拜拜 by bwd6 by bwd6